运城县衙 乌烟仗戏县官 为什么会被看成是好官 水浒传里的官员 大多是奸臣的亲戚们生 因而他们一个个都是些贪官污吏 但有一个人例外 这就是山东几州运城县之县时文兵 第十四回是这样写的 且说山东几州运城县新道任一个之县 姓时 明文兵 此人为官清正 做事怜明 美怀侧隐之心 常有人赐之念 争天夺地 便去之而后施行 贤欧相争 分清众方才决断 贤侠时抚情惠客 盲破李飞比叛词 名为县之载官 实为百姓父母 这段文字可以分出这样几个事项 一 它是一个新任之线 二 判案子比较认真 掌握分寸 三 贤侠的时间会惠客 结论 清官好官 如果进一步解读 还能折射出更多的内容 这是个新任之线 梁山伯强盗战商伟王不是他的责任 封建社会 知线是一个线的第一责任人 也是唯一责任人 他的治下是夜不庇护路不时宜 还是盗贼猖獗 都是知线治理的结果 不过 实知线是新任 责任解除 好官的说法成立 封建社会的县官 只有两件事情 安排好复议和断案子 只说这段案子 任何时候 杀人放火 校具山林总是少数 大量的案件还是民间纠纷 就是经济纠葛打架斗殴之类 而这些案件往往难以分辨是非曲直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是事业 很多县官遇到这类案件 要么扔在一旁不管 要么胡乱判决 久而久之 就会形成敏怨 影响社会风气 而石文斌不这样 他不暂管 而且还分辨清楚 旧石官员 县官虽然归朝廷直接任命 但政绩考核依据上级官员对他的评价 这就出现了向上送礼行会跑门子要官之类的 官场腐败行为 石文斌不这样 他大多数时间在忙公务 偶尔有点闲暇 也是谈谈情 会会客 八节上司 跑官买官之类的事情找不到他 出现了强盗不是他的责任 老百姓的事情时时刻刻放在心上 不受惠也不行惠 这样的官能不是好官吗 可是 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我们拿两件来看看石文斌这个官究竟是怎样的 一 石文斌是怎样管理运城县雅门里官员的 首先出场的是两个兜头 朱童和雷恒 为了防止这两个人偷懒应付 石之县让两人巡逻到东西村 因为那山上有一株独一无二的大红叶树 看起来 这个支线管理队伍非常注重细节 可是仔细想想 只要这个巡逻队伍走到那儿就万事大吉了吗 维护社会治安 坐在雅门里不出门当然不行 关键还是要看效果 问题恰恰出在 他的这两个兜头 认认真真地执行了他的指示 都到了东西村 随心所欲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对于灵官殿中的那个大汉 刘唐说抓就抓 说放就放 刘唐是雷恒捉拿的 先说雷恒 他到灵官殿里看见刘唐睡在供着上 也不问个青红皂摆 第一反应就是支线向公特审明 这二果然是个贼 于是 一不用问二不用审 直接就把人顶为贼 一个县里有了这样的一个兜头 这个县里想保持社会稳定兜难 假如这个人不是流淌 不是为了生辰刚 只是一个一般游手好险的赖汉 一个吹捧支线神明的人 难道不会被认为是办事干裂的人才吗 接下来的事情更糟糕 你既然认为这个人有问题 应该是赶紧押回去审论才是 但是雷恒却不 他带着二三十个人到朝盖中子上去歇息 而朝盖很自然的让庄客安排九十管带 看起来 这雷恒利用植物质便吃拿草药 已经是习以为常 正所谓是拿了人家的手短 吃了人家的嘴短 在离开朝盖家门时 刘唐叫了一声阿舅 朝盖一认可 雷恒马上就放了刘唐 这个时候 法律的程序 支线的神明都比不上一顿饭 不用说 雷恒肯定知道 不管这个人是朝盖的真万圣还是假万圣 好处是少不了他的 果然 就是这么一趟例行的巡逻 就赚了十两银子 朝盖对雷恒是这般大方 却不及和朱瞳好 生辰刚事发 时文兵安排县位及朱瞳 雷恒捉拿朝盖 可能这个县位经验五亿都不行 只好听从朱瞳的 朱瞳就这样放了朝盖 这件事情雷恒心里明白 朱瞳和朝盖最好 多管是放了他去 安排如此周密的抓捕计划失败 这个时文兵既没有问一个去向 也没有追究责任 甚至都没有问一个为什么 这样的官长能够带出一支什么样的干部队伍 后来宋江遇到了官司 一英尸体都是朱瞳在打电 可见这个朱瞳往法弄拳要比雷恒严重得多 再说这个宋江 他竟敢来回花费上一个时辰的时间 给朝盖宋姓让其逃跑 让上级来人等候这么长的时间 这个时文兵为什么不问一生和观察什么时候到的 宋江在山东河北一旦是文明的即时雨 花钱像下雨一样 时文兵应该是早就听说过 作为一个支县 到然后也该知道宋家究竟有多少土地 宋江争多少俸禄 这种花钱如下雨的状况 宋江的经济来源能够支撑吗 还有一个张文远 平日里长居三瓦两舍也就罢了 勾引宋江的小妾这种事情 为什么会在眼皮子底下发生 这事情发生在民间这个县太爷要管 发生在衙门遥暑当中更应该管 因为这问题 既关系风化 又关乎历历 这件事情 运城县城里的人都知道 只不过是瞒着宋江一个人而已 其实 宋江也是隐隐约约知道一些 只不过大家没有说破 他也没有说破 如果说 以上是其实石文兵都不知道 那这个官也实在是太昏了 除了自己觉得有点小聪明 几乎和龙子瞎子差不多 对于以上人员 石文兵可以处理他们吗 答案是肯定的 武松打死了锦阳钢上的老虎 杨古县支县当场就伸武松做了兜头 也就是猪童雷恒一样的植物 雷恒打了支县相好的父亲 支县马上就能把他在家示众 不需要任何寝室承报 观察和涛因为侦破生辰钢一案不利 周隐先把他脸上刺上金银 让他成为准罪犯 这些事情都表明 支县对于兜头 雅思这些人具有绝对的权利 说你行 不要什么由头你就可以当官 说你不行 随便找个由头就可以把你变成罪犯 至于彻职 恐怕还得要谢恩才行 在这个乌烟瘴气的运程县官场 石文兵在辽蜀管理上不作为 这样的官能好到哪里去 并要把他向好官上铐 最多也就是截身字号而已 二 石文兵是怎样断案子的 石文兵断过一件案子 宋江杀弃案 石文兵是怎么审理判决的呢 宋江杀得严婆惜 因为他名为昌和 宋江走了 严婆只好扯住唐牛儿来到县衙 大唐上 严婆分明告的是宋江 唐牛儿也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可是这个石文兵开口就说 胡说 宋江是个君子诚实的人 如何肯造次杀人 这任命之事 必然在你身上 定下了这个调子 然后再派人去勘验现场 因为张文远的原因 这件事情还是落实在宋江名下 可是 这个石文兵 却和宋江最好 有心要出错他 只把唐牛儿来再三推问 唐牛儿说了并不知道前面的事情 石文兵却说 你这思如何隔夜去他家寻闹 一定你有干涉 当唐牛儿说只是为了去淘晚酒喝 他马上就说 胡说 打这思 可是 不管他怎么打 唐牛儿前后 说的都一样 更可恨的是 石文兵明知他不知情 一心要救宋江 只把他来勘问 由于杀人凶器刀子是宋江的 张文远又是懂得办案的内行 在他的再三督促之下 石文兵这掩不住这才差人到宋江的住处捉拿 宋江逃走了 当张文远要使之县 到他老家去捉拿时 这个石文兵本不肯行仪 只要朦胧坐在唐牛儿身上 由于这文案是张文远管着 他说是言破不停的上告 石文兵这才不得已派人去了一趟宋家庄 宋江是一个杀人嫌疑犯 又经常的使枪弄棒 去抓捕这样一个人 石支谢只派了三两个做工的 当工人拿了一张宋江的出击文书回来 石文兵如获至宝 马上就要作为一个积压案件处理 发一张海捕文书了事 张文远不行 廉婆子要到州里去告 这个石文兵才派了朱童和雷恒去宋家庄捉人 不用说 派去的这两个人还不如前面派去的那三两个做工的 最终 这案子还是只发了一个通缉令了事 整个案子 就苦了唐牛儿一个人 他被问作成个故纵凶身在逃 几张二十 自配五百里外 一件杀人案 就这样被弄成糊涂案 一个无缘无故的唐牛儿 倒被弄成了冤案 当看完了这个案子 再回头看对石文兵的介绍 什么便趋直 分轻重 则完全是一派胡言 也许这事情放在两个一样的百姓身上擦遍过一回屈指 可到了宋江这儿 这屈指根本就不用变 那么 这样一个丝毫不明的糊涂官 为什么能够被作者当成是好官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 社会的等级观念 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 这种等级的观念深植于每一个人的头脑当中 哪怕是敢犯上的人 一旦以他自己为作标来衡量人 马上也会有一个贵贱的标志在他的心里 比如说那个林冲 高牙内侮辱他的娘子 这对于男人来说是何等大事 他因子而拔拳相下 可是当他见那人是高求的干儿子时 立刻就放下了手 可是 在上凉山前 当柴静的庄客不愿意回给他酒吃的时候 他却说人家毫无道理 把五六个人全部打走 快活的吃人家的酒 为什么会是这样 只因为这些人都是些小人 难道是林冲的性格有变化了吗 肯定不是 当他举起拳头来 那就是要打人的 只不过当他看到这个人是个上等社会的人 哪怕他的人格是极度的卧挫 他的拳头也落不下来了 而柴静的这些庄客们 是些下等人 就应该赢一些酒给他吃 我要了你们还不给 这不是找揍吗 同样的道理 在石文斌眼里 宋江是个君子 不可能造次杀人 这杀人的勾当 只能是唐牛这种人才干得出来 这就是一种思想观念不自觉的流露 骨子里的东西 掩饰不了 等到确定这人是宋江所杀 石文斌仍然是将唐牛而百般拷问 无奈唐牛编造不出一个合适的杀人情结 这杀人凶手就无法按到他的头上 这时候的石之县就三番五次的想法给宋江开拖 不派人机拿凶手 导致宋江能够轻易脱逃 这样一桩案子 为什么运程县衙门一英人员都不认为宋江这人可恶 石文斌把简单案子犯成悬案冤案 而作者还要把这样的人说成是好官呢 根本原因就是颜婆夕和宋江地位不对等 颜婆夕是个初入纪远迈唱的 是比奴婢还要下义等的人 他又是被宋江买来的 这样的人 即便是宋江毫无道理杀了他 也不足道 因为宋江买了他 已经把他从下线的娼妓变成了如夫人 可是他还背着宋江偷汉子 这样的人 理应该死 张文远极力为他说话 并不是为了什么道义 只因为两个人的奸情 正因为如此 张文远的所作所为 反而不合时宜 所以才受不了周围的压力放弃了追究宋江的罪行 假如他还要不识时务地追究下去 他一定会伸手易处 不用等到宋江造反以后 也不用梁山人下来 诸董雷恒唐明之类的人都会让他死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当中 石文兵把宋江捉住才不是一个好官 因为他可能和后任支线一样 为了一个婊子而利用刑罚 或者他就是一个潜在的张文远 这是当事人的观念 也是整个封建社会文人的观念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水浒传》作者处于乱世 靠读书当不了官 但这种自是上品的观念 却和秀才举人 近视的读书人丝毫没有两样 换句话说 作者即便是当时的运程之线 他也不会去维护一个婊子 这种下下等人 二 民众的清官情结 封建社会 官员几乎各个摊会 十年轻之府 十万血花银 反映的就是这种状况 偶尔出一个不摊的官 这个人就会被捧到天上去 就像后世的海瑞 明朝的张居正 他对大明王朝 以及中国历史的贡献非常大 假如你要是说 大明王朝有没有海瑞无关紧要 没有张居正则会完全不一样 我还是劝您 准备好挨板砖 还有那个罗国刘雍 就因为他参加过神力巨探和申 就成了完人 其实 是皇帝要留忧审理和申 是皇帝要杀和申 换了谁审理都一样 但民众不这样认为 在他们看来 敢审理贪官的一定是清官 贪官敢审理贪官吗 所以 留忧审理的是天下最大的贪官 他就应该是天下最大的清官 在一般人的意识当中 这个官员作为不作为不重要 只要清廉就是好官 这就是如今有些贪官也大奖特奖清正廉洁的原因所在 是不是好官 不贪或者比他人贪得心一点 贪得含蓄一点 这是过去那个社会的唯一标准 在这种标准之下 一个有着天下第一大盗贼梁山的县里 不影响支县是个好官 有一个污浊不堪的官场 不影响支县是个好官 把一案办成悬案怨案 也不影响石文斌是个好官 这是一种民众情节 这是作者迎合民众心里 个人也同时具有的情节 有了这种情节 谁说石文斌不是一个好官 行吗